继续看新闻 本地至少两家医院的急诊部门 这两天一度出现病人流量高的情况 新加坡中央医院 盛港综合医院和张仪综合医院 都呼吁非病危患者前往综合诊疗所 或向家庭医生求医 这些医院授寻时表示 无法确定求诊人数激增 是否同陈独生医院出现冠病感染群 而封锁病房有关 中央医院昨天就发现 急诊部病人增加 并在Facebook发贴文表示 病危患者将优先获得诊治 其他病患的等候时间预计会加长 而每位病人只能由一人陪伴 盛港综合医院早上也发出类似声明 并指出医院床位已经额满 病患如果病情不危急 可到综合诊疗所或向家庭医生求诊 院方的呼吁显然有用 记者下午发现 病人的等候时间已缩短 张义综合医院的情况也舒缓不少 院方今天也劝请非紧急病患 先向家庭医生求医 好让医院紧急部门的团队 专注于照顾病重的患者